自從美國做了撤軍阿富汗的決定後 短短時間內 阿富汗就被塔利班一路橫掃重新掌權 局勢混亂 人權災難 那也讓美國20年來的付出與談判 付諸東流 同時給了美國包含台灣在內的盟友們 一個血淋淋的例子 當然了 美國對印太地區 跟中東地區採取的策略不同 對於不同國家的關係 幫助與承諾也不盡相同 阿富汗跟台灣 不能畫上等號來直接做比較 而且軍事方面也要有戰爭或動亂 才能知道你的盟友是真心還是假意 在那之前就是靠政治表態與外交手段 來進行角力了 那阿富汗事件發生以來 對於拜登而言 造成的負面影響是偏多的 那主要原因都是因為決策到行動都太倉促了 給了一種拍拍屁股走人 留下爛攤子的感覺 所以他當然要安撫和鞏固其他盟友的心情 親自出面來澄清 美國對這個北約創立條約做出的承諾 如果有任何人入侵北約盟友 那美方都會做出回應 而且對日本南韓和台灣的做法也是一樣的 這是拜登上任以來對防衛台灣做出過最清晰的表態 雖然有美方掛保證的說法 不過蔡英文總統對於這次阿富汗事件給台灣的歧視 發言是走一個比較穩妥的路線 並沒有在台美的軍事合作上面做文章 而是表達自立自強的態度 強調台灣唯一的選項就是讓自己更強大 自己不作為只依賴別人的保護 不是我們的選項 這樣的發言對於國軍或是國人而言 都是一個比較中性而且普遍認同的價值觀 而說到這次阿富汗事件 最開心的 絕對就像是撿到槍的勢力 中國了 好不容易逮到美國在這個中東布局的勢力 一方面是大酸特酸 另一方面又是跟塔利班積極建立關係 那官媒環球時報的總編輯胡錫濟呢 更是頻頻發文刷了一波存在感 先是算台灣人要買五星旗來自保 還說拜登是老糊塗了 美國保護不了台灣 他們真正願意做的 就是慫恿台灣與中國大陸對抗 來牽制台海的局勢 那是台灣來為美國戰鬥 而並非美國為台灣戰鬥 所以這場阿富汗衍生的 中東地區的變故 還在亞洲開啟了另類的第二戰場 掀起了美 台 中 三方在台海安全議題上的表態與口水戰 請訂閱按讚分享華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是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